是的 沒錯 我們原來認為 就是空姐的一次罷工的行動 那我們知道在南京東路 是當時非常熱鬧 那麼幾乎是上百的空姐們 都去抗議了 他們標準的裝扮 都是上面擺一個白色的布條 有的穿的是簡單的T恤 那身材玲珑 那就不在話下了 所以人家說 這是最美的一次的罷工 我們同業很多人說 要不要過去看一看 順便可以牽起小手 一起來罷工 這種噁心的事情就不用多談 可是我們以為這個相片拍拍 我們以為清一色看到的 都是空姐 做麼沒想到 沒錯 就在我的畫面後面 看到這位穿著藍色 算是比基尼的這位小姐 從這個樣子看起來 就知道她非常美麗 她31歲 那麼她搞了半天 她不是空姐 但是卻變成是各大媒體 瘋傳的這個網路新聞 因為你知道網路在臉書 你只要PO上美女照 肯定是很多的讚 那你要想說讚嗎 那就把美女照拍上去 簡單的例子 這個十七小姐只要拍出 她那個美美的置靈的相片 就是讚數挑高 但是她講評論的時候 就沒有人給她按讚 就是這麼現實 這是怎麼回事呢 賈空姐也去罷空了 因為手機給她拿走 我要把她搶 然後她就拿電話來找我 家人嫂佔水產大亨 混編家暴內幕大公開 已經落幕的華航罷工案 卻因為空姐罩引發暗亂案 許姓女子被無姓前夫指控 加空姐淘氣拋棄小孩 而且還是個敗經生活豪奢的女人 350萬的賺表 124萬的包香鏈 17萬的包包 甚至連前妻以前跟姊姊 在新門町紅包場駐唱過 婚前曾經跟兩名男子 生下兩個孩子 全給她掀了出來 現在前妻也反擊了 我接近大概200萬 然後我就跟我接近200萬 又跟我一個生氣300萬 兩人辛苦吃泡麵打拼 甚至連懷孕都還挺著肚子 手撥著冷凍蝦人撥到流血 結婚第三年第四年開始 到現在我們都會去 去買了幾間房 那現在公司 就是全部變他的 錢全部也在他拿 我一毛錢都沒有 那我要怎麼生活 雖然是珠寶 我為什麼會這樣 才問他可不可以買給我 因為他已經外語也不變了 那我就會覺得說 看能不能就是 掉一些比較淺的東西 我確實有問他可不可以買給我 可是呢 可是呢 完全沒有買 因為他要搶我的手機 然後再推我去裝那個牆壁 然後他就在嚇我脖子 結果我被誤會就被誤會了 算了 沒有關係 因為我會覺得相信我的 支持我的人 他們擁有到的朋友沒有差 好 到底是怎麼回事 真的有點杖二金剛摸不到腦袋 到底又是前妻 前妻後面有一個小三扶正 小三完又另外小三出國 哇 這個水產行業有這麼好賺啊 可是整個過程當中 觀眾朋友不知道你注意到什麼 其實我注意到一隻手錶 一隻手錶要350萬 好 這聽起來會讓人家覺得 哇 好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再怎麼美麗 也沒有時期 每代十一手錶有350萬 十一這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突然之間就是一個罷工 出現這麼詭異的一位小姐 然後竟然她還竊出到這麼多的恩怨 我手錶有2500 好吧 來 一切的這個故事 都是從這張照片開始 因為前幾天的空服員罷工事件 然後因為有很多空服員 他們就會在臉書上貼自己的照片 那其中這一張照片 可以說是瘋傳 為什麼 因為顏值實在太高了 每個都好美 那尤其站在第一個的這個 大家就覺得哇 這麼好看的這個罷工 我們一定要去聲援這些空服員 然後你知道其實有很多那個竹科 科學園區的工程師也跑去聲援 你知道嗎 可是一眼就被認出來 因為他們不是 當然他們罷工是有道理的啦 不是因為他們長得漂亮 但是因為他們的確那個素質都很高 所以大家都覺得看了真的很難不支持他們 那其中這一位許姓小姐 她的照片因為被瘋傳了之後 這時候跳出來一個男的 這個男的就說 她是我老婆 而且她是棄三個小孩不顧的老婆 是 跑掉了 為什麼 原來就是因為這個 這個許姓女子說 因為她老公呢 在外面養小三 跟小三呢 這個花費很高 每個月要開六十萬 而且還買了三八八百萬 八九百萬的 兵士車 給那個小三 然後呢 這個許姓小姐 就非常的不高興 她說雖然我不是空姐 但是難道我不能夠去支持一下 我的空姐朋友嗎 所以她就去現場支持她的空姐朋友 就跟大家一樣綁上了罷工的布條 跟他們合拍了一張照片 她又沒有說她自己是空姐 然後結果就被她的前夫這樣子給逮出來 就是說 這個老婆啊 棄三個小孩都不顧 都是保母在照顧的 每天一大早就出去 到了很晚才回家 然後呢 這個非常的沒有這個當太太 和當媽媽這樣子的責任感 那結果這個姓許的女生 她也不甘事 如果就跳出來說 明明就是因為你養了小三 你們的花費這麼的高 等等等等的 然後才會造成今天這樣子的結果 而且我們已經分居了 重點是 你還對我家暴 我還有驗傷單 請各位媒體看看 這是她 打我 傷害我的這些證據 反正雙方都有話說 這個男的也說 其實是她先砸車子的 是因為她先使用暴力的 然後我為了反制她 所以我才對她動手等等 每個人都有話講 然後這個女的就說 可是這個 她不但打人 而且這個把錢都拿去外面養小三 然後也不照顧家裡 也不顧念說 當初我是懷孕挺著大肚子 在那邊幫她撥蝦 因為她前夫 她的老公是開水產公司的 我們兩個夫妻當年也是一起打拼 你都沒有感念我當初為你的付出 然後我們兩個 貧手之主把這個水產公司經營的這麼好 賺了這麼多的錢 這個名車一台一台的買 有賓利的 有賓士的 有法拉利的什麼車都有 然後你現在跑去外面養小三 然後你還回過頭來這樣指責我 雙方可以說鬧得不可開交 沒有想到就因為華航罷工事件的這張照片 竟然還衍生出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那這個女孩子她才三十一歲 她有三個小孩 而且其中兩個小孩 是前面那兩段婚姻各生一個 然後跟這個水產公司又生一個 但你看她的長相跟她的身材完全看不出來 譬如說保養得非常好 那她的先生就指責她說 她根本就是個花錢金 還跟媒體出示她們的手機的對話的照片 然後就說這個女的就會拍照片 譬如說我們剛看那個三百多萬的手錶 對 買給我我想要這支錶 要不然就是弄著一個包包 這個包包好漂亮 買給我二三十萬的包包 那這個水產的老闆 他也覺得這樣子開擠實在是受不了 但是這個女的就覺得 那你不買給我 你都買給小三 這樣子也不公平啊 是不是 也就是說真的是家務室 剪不斷 禮孩亂 清官 難斷家務 是雙方都很大聲 雙方都互相指控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三個小孩 畢竟還是需要爸爸媽媽照顧 那不要因為這些事情 你看大人在這個互相指責 然後登上了媒體頭版的版面 可是其實傷害最深的 還是那三個小朋友 我真的很好奇 文婉 這個我要問你個問題 這個女生到底怎麼回事 她曾經開過兵力車 還發生過一些要跟人家尬車的事情 可是你秀出350萬的手錶 人家會覺得說哇 你是在炫富啊 沒有啊 對他來講 那個應該是基本配備 我在想 因為他們的成績 我覺得有些人的成績 是我沒有辦法想像的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像350萬我們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去買房子 買其實聽傑明哥的 我們是不是要去買什麼股票 趁現在全球歐債為主 英國脫歐 趕快衝去買歐洲 絕對不會去買一個錶 帶在身上嘛 我是覺得我印象很深的是 大概前幾天 因為現在網路什麼各方面太發達了 大家就去肉搜 就一個畫面呢 後來其實我覺得這位太太被轟的 很嚴重的地方是大家覺得說 她出來說她被家暴嘛 OK 她等於是逃出來了 大家說是嗎 可是我們覺得你過得好像很好 比方呢 就有一個畫面 是她自己PO到她自己的臉書 然後那個畫面不知道是怎麼架的 我們不知道 那手機的鏡頭不知道怎麼架 她就是她那個標她那台兵力 兵力車一千萬起跳 裡面全部都是酒紅色的皮翼 你知道嗎 再加碼 那個鏡頭是整個是拍她的那個時數 因為那個不是我們那個會左到右那種的 它是那種數字這樣 就是我看從220整個就消失了 你知道嗎 到220等於是破表 就220之後就是電腦就不顯示了 破表 他就這樣標他的車 那大家覺得說 那這樣也等於是違反交通規則 你把高速公路當賽車場了 看起來這位美麗的小姐 她其實真的是大有來頭 我想也許她已經看慣什麼叫做十幾萬花去 沒有感覺搞了半天 她之前曾經在紅包廠 紅包廠是什麼樣的環境呢 裡面似乎鬥爭的非常厲害 因為有些有錢的阿伯進去紅包廠 看到漂亮的女人 錢就開下去 這樣是什麼事情呢 結果我們都會看王蘭 王蘭也曾經見識過 紅包廠裡面的鬥爭 精彩萬分 我們廣告說